幸福好时光 今天访问一位非常特别的作者 他这本书已经说明了他的宗旨 时报出版的 我是男性 我请了一年育婴假 他的艺名叫做背包CAN 这是怎么来的艺名 因为我其实本来是一开始在写作 是在讲旅行的事情 然后背包CAN就跟背packer这个音很像 我就把它纳下来了 你的本名叫CAN 我说英文 背名也叫CAN 但因为CAN实在太多人去了 对对对 那背包CAN也做过旅游书 有 在我刚好在疫情前出版 所以很时尚赶上的那个旅行业的栽起 所以呢 旅行业 当然在疫情的时间是很惨 可是旅游书呢 不会在疫情的时候多看点旅游书吗 应该是不会 因为我那本是有点 也有一篇个人 个人心得跟工具书之间 有一点工具书 就在那个时候 大家好像都不太碰出这个主题 当然 而且你是 哇 你去的33国啊 这也是蛮了不起的 所以你有认真在上班吗 当时 有 我其实跟大家一样都是那个 很上班 然后很怕停下来 会再找不到工作那种 但是我巧妙利用很多时间 比如说工作中间的转换时间 或者是念书 工作到再去研究所念书 中间的一些转换期间 就可以去很多国家旅行 所以你旅行凑到了 整个旅行期已经长达一年 就是累积出来的 但不是一次 慢慢的慢慢的 就写了33国的旅游书 可是对我而言 旅游书实在不应该写工具书 最好是能够卖的 后来畅销排行榜上 人家又再在商言商了 其实还是都跟灵性有关系 对 因为工具老实说 现在的人 像我现在最近出国都很难 都不搜寻 比如说到了瑞士 在当地才看看 我现在是要去哪里 开始Google 所以变成就是旅游的灵性书 什么我勇敢的 从走完戈壁大沙漠 或者是转山 这类的比较受欢迎 卖的最好就是我去洗澡 然后会有一个灵性的启发 那样子 对 就突然顿悟了 好或者你的怎么 某种那个抑郁症 你就治好了 好那现在要来的 这也是一个人生的旅程 2023年 请了一年的育婴假 你先说法规吧 好 法规的部分 这不是什么公司给特殊福利 就是所有的员工 他在任职满六个月之后 他可以在小孩三岁之前 寻育婴假 那最长期间是两年 所以我是在这个法规下面请的 那有薪水吗 有薪水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法规 尤其是男性一定不知道 我都一直预设大家会知道 他的薪水是八成 前六个月 那听起来好像八成很惊人 没有 其实是劳保薪资投报上限八成 所以就是最高 劳保薪资投报上限最高45800 哦 就所以你最高就是45800 然后你八成 八成也不小了 给大家一个概念 其实你就是 因为最多领六个月嘛 然后最多 就不管你薪水是100万还是200万 你只能报45800 所以大概前六个月下来 你会领快要22万 那7到12怎么办 7到12就吃自己啊 这样子啊 就希望事实上你六个月 就赶快回去上班的意思 我觉得应该是预算有限吧 政府预算也有限 或者是渐进式的 所以这个是领公司的钱 还是领政府的钱 这是领政府的钱 可是我后来发现 也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不知道 因为大部分男性 在有了孩子之后 他并没有打算要请育婴家 可是你们公司算蛮多的 然后公司也未必 那个他有他的氛围 如果没有人请 大概大家也不好意思 我都一直在测风向 对不对 开先河嘛 那后来你们公司有说 这一定是个大公司啊 所以才会算出 有10个男性请育婴价 我其实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有新闻说 男生请孕婴价数目 大概是女生的三分之一 然后四个人就有一个男的 感觉很高 对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多 对但是我后来看数字 我觉得我看数字 一定要知道趋势跟分母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数字 是正大气管的 我也是觉得 只要看到怪怪的数字 对你看会不会断章取义下来那样子 那我就去看 因为因为我小孩有两个嘛 接下来我有五年的时间 有孕婴价的资格 但我其实用了最后一年而已 前几年就是风气还没有到 那我举个很实际的数字 有没有规定小孩几岁以前才能够 他满三岁那天你一定会到公司 所以你是第二个小孩出生之后才做决定 前面也犹豫了很久了 对啊对啊 那刚说的数据就是 很多公司会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 里面就会揭露他们公司有几个 具有100家的资格 然后跟过去几年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趋势跟他的分母 然后我就看就是 有一间公司在四年前 就是我女儿一岁的时候 他一百多个人里面就只有一个男的请 我觉得哇天哪那男的实在太勇敢了 不知道现在还活着吗 有的就没有回去啊 后来就是大部分这些公司 后来就开始 比如说都是几百个人有孕驾资格 然后就变成十个人请 然后几十个人请 然后在下一年我就请了 因为我觉得 这好像这个风向好像对了 可是你的公司本来是个大公司是不是 对 在主科是吗 我的公司是在台北 我是在比较大的通路业 我也怕造成他们的困扰 我就不讲公司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蛮大型的公司 刚刚一直在说是比较大的 因为如果是在中小企业 其实你要体会一下企业主 我问你难道我要虚伪以待你吗 公司总共三个人 现在是怎样 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育婴家那条款有说你回去要能够回到原职位 所以这个部分就让中小企业非常难操作 那我要空一个人还是补一个人在那很麻烦 就是可以答应让你请育婴家 可是回去那个职位 我一定要找人来垫那个位置 是不是 所以一定一猜就知道是大公司 而且你们公司刚好遇到了一件好事 就是你也在那边看一下说 刚好我公司最近很有钱 也招了一些新人 我在公司其实我自己有算 就是在我观测育婴价这段时间 其实公司四周同事也都常常换来换去 或都是从其他部门补上来的 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说 当然我需要老板的一些好心对待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公司其实是 有能力去调节这个人力的 而且可能很多人根本就很想做我的工作 是是 而且你还要担一个风险 就是我虽然这个工作做的还挺不错 等我回来的时候 就算我回到这个岗位 事实上我还是可能被换工作 因为我的后径已经升任我的主管了 有可能 对有可能 我的确离开的时候 在一个年纪40岁左右 我在离开这段时间 很多朋友都已经升上去了 你也已经40了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为什么背包Ken他决定要请育婴价 我早觉得如果他发这个文 大概有百万女性会转发 果然呢他说他在育婴价那一年 生产出了226篇的脸书文章 最多触及的人数是240多万人 最多按赞的 因为我们通常是讲按赞 就是有2.3人就给你按赞了 所以就突然之间用一个 就是我请了一年育婴价的素人男性 我就这样的红了 这也是不容易的成绩啊 好那今天呢 我们访问的是背包Ken带来他的新书 这是时报出版的 我是男性 我请了一年育婴价 那如果想要请育婴价的男性 那可以看一下 但这人数不多 但我相信给你按赞的应该都是职场妈妈啦 对都是妈妈 本来粉砖写旅行的时候有七成是女生 然后后来开始写婴价之后就变成八成多女生 那等于是后来进来的人可能九成五都是女生 对男性也是不太小心进来 应该不是想要请婴价的爸爸 因为妈妈很多妈妈会上面tag他老公 然后男性大概就这样进来 所以你看你有绝大部分的女性支持 而且这些就是很辛苦的在育儿的女性 对我发现他们都是非常干练的妈妈 职业妇女 当时你育婴价 从第一个小孩就开始想 我们想了三四年 你才开始申请 其实当时你们家已经是在一个 就是非得有人出来承接这件事情的状况 怎么说呢 但前几年就在看风向 后来觉得风向也对了 但是事情总是会有导火线 那导火线就是那个儿子的伸长曲线 就是逼近快要逼近三 但是还没有掉到三一下 三是什么三%吗 三% 那就是伸长曲线是 比如说100 如果伸长曲线50的话 就是100个小孩 里面大概排50名 跟同年龄的比 那医生都会说 这个排名没有很重要 你不用去追逐 因为我们家也一直在后面 但可是是DNA的关系 但就是虽然它不是一个要追逐的东西 但你不要掉到三以下 掉到三以下医生就会提醒你加油 我们就是快要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说需要一个人来出来 可是这个是可规则于生活的原因吗 我们其实不确定它是规则于生活的原因 但是我们唯一能努力的就是生活的部分 那像我们家一想就说 那可能是妈妈自己长得不太高 所以她应该是这样子 自己就没办法呀 天注定啊 但是你们真的好有反省能力 那你后来就是 当然看后来是把孩子养得好好的 可是我相信你们夫妻应该都是还长得蛮高的 有的小时候矮不是矮 小时候瘦也不是瘦啊 按照我们身高去换算的话 小孩应该男女可能都会有170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特别担心 觉得说这是不是我们辜负了她 其实有时候就是有人小时候不长 就长后来的 突然一个暑假冒出了10公分 这我也看过 好但无论如何啦 就是这个目标有打抢 你看事实上我觉得是时间分配的问题 你当时看到的太太已经快要崩盘了 就是刚刚我有问你的工作 我以为你在足科上班 那为什么上班时间那么久 那太太就变成 又要上班又要接送孩子 然后到晚上呢 因为夫妻俩都还有多工作嘛 其实真的要让小孩睡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为你都还活动着 然后一直很焦虑 想要等他睡觉之后起来写点东西 这是我常遇到 我知道我知道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他偏不睡 我们最后都一起倒下 害我很早就睡了 所以幼儿的时候就是过这样生活 讲一讲当时你们有讨论过嘛 我们就出了一方面 因为医生就直接讲了嘛 就是成长发育 就是看你的睡眠 看你的饮食 所以我就直接定目标 那我就是要睡眠跟饮食 那目标一定要定他的执行策略嘛 那睡觉我就会定做 因为我不用受公司的那些坐骑干扰 那我就可以让他小孩睡到饱 然后最晚出门最早睡 然后餐饮的部分 我可能就会设定菜前 然后哪一些东西要煮上桌 让小孩都有吃到 其实我觉得你当时没有一点点 看起来好像是大意凛然的回家当奶爸 但是没有一点想法说 我想改变一下我的生活嘛 也许我不一定要当个上班族 因为你的公司的确是回家还在做工作 其实这是上班族常态 我当时倒没有想要丢掉上班族这个身份 因为12个月嘛 我大概有11个月都一直觉得我会回去 然后最后才突然做这个决定 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个决定 并不是像大家说什么牺牲奉献啊 当好爸爸或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太标签化了 我的感觉是我在过一个就是浪漫一点生活 所以这还是有假公济私的某种心理 对不对 其实也是上班上这么久了 我难道不能有另外一种方式 而且当时我相信虽然暂时爸爸这边没有收入 可是家里的经济到底还能支撑这一年 我觉得算是可以啊 因为这跟创业要烧钱不一样嘛 这只是暂时没收入 那撑一年 我觉得他花费没那么大 那你可是你刚开始也还是有不适应的地方 才发现说哇就两个孩子吗 怎么这么难带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难带呢 我觉得在他们那个餐饮上面非常难拿捏 就是有时候因为刚刚有时间做菜 我可能靠大喜空来一个东坡肉 而且那个肉都要切方正的 控制说肉不正不实那样的 我来一个最标准的东坡肉 后来其实他们就是瓜子肉 就绞肉就吃的很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一直去做饮食的记录 就好像把他当总裁一样 这样记录说 总裁今天什么吃的好 什么吃的不好 我觉得没有这么伟大 他们是你的实验品吧 也有啊 因为有时候出包的时候 他们还是得尝试 可是有的小孩就是 不好吃我死也不吃 你家是挑嘴的还是不挑嘴的 我家是挑嘴的 所以那时候也觉得 请假的时候就是要在餐饮上面 多花一些心力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因为 这位爸爸也虽然没有烹饪专才 可是其实对烹饪也是感兴趣的 对我觉得我终于有机会 可以就是在这边进行锻炼的 以前在家都被妈妈压抑 终于可以放手一波 其实我觉得他这本书最有趣的是 他讲这个中文世界里面的名言 的确妈妈是在照顾小孩 是比较说是细心 有时候也是歇斯底里 但是爸爸育儿有呼吸就好 后来想想 我觉得这句话好安慰人好疗愈 不就是真的有呼吸就好吗 而且呼吸也不简单啊 然后去急诊室看一圈就觉得 哎这个很重要 好来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背包Ken的心路历程 刚刚我有跟这个背包Ken说 我说你会赢得那么多的赞 在你的育婴家的文章 那是因为 其实还是因为男性有一个优势 如果一个妈妈写说 我是妈妈 我请了一年育婴家 基本上大家会觉得 这件事就很多啊 似乎好像也没什么 就是好夸嘴 如果你写的说 我突然实验好了一道这个东坡肉 我的脚肉很好吃 下面一定有女性在吐槽说 啊不就这样吗 这件事不就这么简单吗 我每周固定菜单就是东坡肉 可是你也曾经做菜 做到害太太就是很高兴的吃了 但是上土下泄 我们我也是做了马铃薯烧鸡 然后因为大家很喜欢吃 然后我就很快的就再推出一次 就那次不知道是煮菜兴奋 不知道是没熟 还是马铃薯有发芽之类的 反正因为太太就觉得 老公很辛苦这样做菜 她就觉得吃的时候觉得脆脆的 已经觉得不妙了 然后她就还硬是把它吃完 那我自己煮的 我当然要吃完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道菜 我们两个就会倒下一天半 就是有点寒冷跟抽搐那样子 它里面好像有一种神经素 如果发芽 再加上又没煮手 听说煮手也没用 但因为我其实有 我还是很小心 我有确认过真的没有发芽 然后我才去煮 所以我还是觉得是没熟的几率比较大 那只是那个症状就很像是中毒 所以至今它还是一个米岸就对了 还好小孩没吃 我觉得小孩就是有一种天然的感应 不想让爸妈害死我们 对 他们前一天也是赞不绝口 然后隔天他们就都不吃了 我真的觉得小孩很厉害 因为你前一天有煮熟 后来是没有煮熟 说不定马铃薯本身呢 他的那个过硬小孩也不吃 刚好还好不然一家一家倒了四个人 我知道因为太太不吃太老公的东西有负担 小孩觉得不好吃就吐掉 没什么负担就走了 你太太真的很体贴 然后后来好像还差点被毒死过一次 后来就其实才发生在当月就很快 每天我就腌白萝卜嘛 我想说白萝卜 腌白萝卜本来就是生的 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吃了以后太太又肚子痛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那个白萝卜如果那个皮没有去除的太干净 那有一些辛辣跟原本肠胃弱的人结合在一起 就会相克 我想说天哪这已经不是 这是相生相克 这我已经无法预料到的事情 因为你的厨艺后来也有一些进展 但是你里面有写到一个 也就是说大家都会以为 一个人在家里请了育婴架 什么样的事情都得做 但事实上你还是要把它送去脱婴 对不对 可是一般人对这件事是有误解的 对会觉得你不是都请育婴架了 你干嘛要脱婴 你总不省一点钱 就是会跟你讲说你原来你请育婴架 但其实你没有在育婴 就是假的假的 对于这件事我首先从钱上面算 因为我的年薪本来就比那个托儿所的年费来高 所以其实请就好像你把一两百万丢掉 然后去去赚个二三十万回来 其实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对我来讲时间有更好运用方式 其实这是机会成本的算法 对不对 那像小孩就需要有人煮好东西给他嘛 如果我把他接回家的话 他就会一直在扒在我的大腿上面 一直挂着 我也不能煮菜我什么都不能做啊 而且你也不必会比托儿所的老师教他教的好 他还需要朋友啊 对而且他在学校吃的不错 他是回家才吃不好的 所以我应该让他在学校继续好的继续 然后回来我要把家里的这块提升 但如果他一直扒在我脚上的话 他就太太回家发现我们两个都越来越瘦 因为我不能煮他不能吃 其实我非常想要问你 你们以前 就是在你没有去请育婴假之前 到底小孩回家吃了什么 会吃成那样啊 我都是在我通勤的时候 然后开始点外送 然后等我回家的时候 直接就下楼提上去 那在同样的预算里面 但你预算可以无上限 什么一两千块点外送也可以 但是我们点的就是 我们的可接受预算里面点完 就是里面都是淀粉 而且大人都吃腻了 小孩也是 就是我觉得小孩对食材的好坏特别敏感 那他们都是觉得就是爱理不理 对那些食物也是爱理不理这样 我知道了 原来是连那个 就是如果不会煮菜的人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连买的东西可能也都是买错的 其实我们在家里还真的都吃得很好 主要是我们家的方圆大概三公里之内 没有任何商店也没有超市 所以要懂得在家里储备食物 然后简单料理就只有这个逻辑 就会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待会我们再来问这个背包Ken 也就是说 其实我发现在育婴架的过程之中 培养了你某一种技能 这是一个神一般的开发 也就是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写怎么样煎鱼 挑鱼 买鱼 还带小孩去研究鱼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 就是你自己离开了正常的轨道 一定是听到某种声音 奇妙的鼓声 让你开启了另外一个道路 好来讲讲鱼的故事吧 这是你在请育婴架的时候发展的专场 而且我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专场 别人看的是育婴架 我看你的书看到的是 一大篇都在写在鱼港怎么样买鱼 对 就是我刚讲就记录小孩的饮食嘛 就发现他们鱼都吃 所以我就开启了就是各大鱼港 就是采买食材的这个行程 他们特别爱吃鱼 其实也是跟咀嚼 小孩还没有完全发展 又细又软又油 所以你就去需要到各大鱼港去买吗 因为 菜市场早市也有啊 因为就是没有工作之后发现说自己都待在家里 我觉得我仿佛因为说我想要过浪漫一点嘛 我仿佛也需要一个就是可以设定汽车导航的目标 那当可以去鱼港的时候觉得说 天哪我居然有那个目的地可以出发 就买个东西而且还可以带小孩去玩 对不对 自己也觉得有趣 没错 因为鱼港很有意思啊 就是比起在超市里面看到比较单一的品项 鱼港就等于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什么都可以看到 那你都开到什么鱼港 其实它在北部的我大概开过 就是基隆到新竹这一带的我都会去晃晃 哪个你觉得是可以买到就是比较符合你理想的鱼 我比较喜欢去中型的鱼港 中型的鱼港就是 比如说介绍一下 龙凤鱼港 它在新竹的龙凤鱼港 它不能太知名 太知名人很多之后 就变成观光鱼港 然后东西就变贵了 就在那边变成海鲜超市 就大家会把养殖鱼啊冷冻鱼全部都带过去买 但我觉得那些商品也很好 但只是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吃多样化的话 你可能不会来这边买鱼 我也常常去这边来买养殖鱼 你最好多推荐几个鱼港 免得新竹龙凤鱼港 就这个礼拜六日就充满了人 然后像龙凤鱼港或者 我觉得这很难就是要多现场去逛才会知道 你讲你的就好 它那个龙凤鱼港就是 它因为它还有个市集 它没有那么大所以不会有人带货来 那不会有人带货来 它于是它卖的鱼货都是几乎都是周围直接补的 那这样的鱼就很有趣很新鲜 而且我特别有观察我发现前一晚就是风浪大的时候 这个鱼港去买鱼的时候会没有东西可以买 所以代表说它的鱼真的大部分都是直接抓的 你真的有研究 而且你喜欢买那种特殊的鱼 比如有的鱼长得像蛇 有的鱼有翅膀啊 那应该就是里面那两三只 其实前提是你怎么知道它能吃啊 现场Google啊 现场拍照片 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一定要研究一下 我就会到鱼港 如果有到鱼港刚好朋友就发现 诶怎么有个男的蹲在那里 拿一本很厚的书在翻 或者说他拿手机在那里查东西 我就在查说这到底是什么鱼 它能不能吃要怎么煮 那会不会有人觉得很好笑 因为摊贩会觉得这不需要问啊 摊贩会觉得很有趣啊 就是比如说摊贩要剁鱼的时候 我都会跟我说 我都会跟他说麻烦就是刀下留鱼 因为我要让小孩看到说 这整只鱼的那个形状是什么样子 才能下锅 他剁完以后就剩一段一段啦 我就少了一个那个跟小孩 那个教育的这个流程 所以那你是要让他剁还是不剁呢 不剁不剁 我要看到他的原型 那所以你要就要自己杀啦 对要自己杀 那也不错 那可以去当鱼饭 我曾经访问过一个鱼饭作家 我后来偷偷问他才知道说 虽然说是继承家业当鱼饭 他也是那个清大交大之类毕业的 他年收入非常惊人 超过你的想象 想不到吧 想不到 或者说自己做生意上限都很高 对没有 他就是一个市场的比较大的鱼饭 就这样子 那么 无论如何 其实你现在已经可以识别很多鱼 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 就是什么样鱼是你看到 哇好高兴 虽然 我最高兴就是看到没有看过的鱼 因为 他都来吃吃看这样子 对啊 因为家里上一样鱼 小孩会腻啊 那就像刚刚淡如姐有跟我们分享的 先给他们看全尸这样子 然后再来慢慢除给他看 对像我有一次买了一只马鞭鱼 他长得就很像马鞭 就说蛇嘛 对长得很像蛇 然后那只鱼就光是就是杀的时候煮的时候 大家都全家都还要跟他合照完 然后才可以吃 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特别了 就是很快乐 整个晚餐的气氛很欢乐 其实我觉得你是就是一渐几狗 在鱼这个方面 他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目标 然后也可以累积你的就是生活写作之力 你又遇到了一种不一样的 该不会还帮鱼画画图吧 我有想画但我画都蛮难看 但是我发现晚餐之后女儿很会画画 她开始帮每一种鱼画图了 我觉得你看这些事情是不是有新的东西 就会触发很多事情出来 又开启了他的美术天分 搞不好他就变鱼类的研究专家 或者会变画家 那么你后来就是过了育婴家一年 你没回去 因为刚开始会觉得不习惯 后来也觉得这样生活也挺不错 他日子也过得去 先说怕误导大家 我必须说我很推荐请育婴家 因为他其实是有回头路的 所以这段时间很好 但是我后面这段是我后来 就是在最后一个月才决定 然后加戏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段生活对家人 包括对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对小孩对太太都非常好 所以我想要延续 那后面这一段就变成我自己要想办法 让我在组织外面存活下去 所以你找到的存活方法是什么 我前面之前有人访问我都帮我美化说 那个自媒体啊或者是自由工作者 但其实我觉得目前的心理状态 就是像一个失业中年男性 而且男人失业 其实面临的社会压力还真的很大 有一次去菜市场买东西时 人家还跟就说 你们隔壁附近的太太说 你应该是在网路公司什么上班 所以每天都在家里啦 带小孩啦 对不对 很难接话 那你怎么接呢 我快点离开现场 因为就是不想要说谎嘛 就是我为什么没事要说谎 但我又不想吐食 只好就是快速的结束对话离开 是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其实是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家里工作 我知道男性是很大的 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在里头 尤其是你家小孩他会开始比较说 为什么都是人家妈妈来接 我是爸爸来接 其实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小孩在台中 那有时候就常常是 我没有空爸爸在台中 科技公司工作就要赶过去 那老师会就是一样的 他是会先来通知妈妈 然后妈妈再叫爸爸去 然后就大家就会怀疑说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妈妈是不是不负责任 其实他比较近啊 是不是 其实很多的性别差异是不自觉的 会在生活中被质疑的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幸福好时光 我是男性 我请了一年育婴假 刚刚我们很快乐在讲鱼 那小孩也跟你 看起来也已经习惯了 对不对 有真的扒在你的腿上不放吗 如果比如说刚好感冒 然后那天没有去学校 他真的就会一直扒在腿上 就变得很轻啊 这很轻吗 我真的觉得怎么心里好像有点粘稠 脚的负担很重 但那个关系很亲密 其实我相信你本来会想说 你也是个写作的人 可以有一些空档 当小孩去托儿所什么可以做 可是事实上发现 照顾孩子的事还真的忙不完 而且小孩他没有办法 像那个理想家庭画面 在旁边乖乖念书 或自己去弹钢琴 或者是两个小朋友自己玩 其实你根本就是 如果他在 你也不必想要在电脑前面 写自己的文章 只要在那个空间里 连回留言都会被打断 这也是我的感觉 我其实以前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就觉得我家孩子那么安静 他真的已经是一个乖巧安静 可是就算呢 只要我们在同一个空间 他是绝对不会让你有超过三分钟的休闲 那如果超过三分钟 你就会想说 哎哟怎么会没生意 有呼吸吗 刚开始看下 有鬼 不知道去干嘛 怎么会这么安静 所以你其实是带一整天 啥事都不能做 而且爸爸的确是让他呼吸 就我们两个一起带小孩去玩 我觉得妈妈 两只眼睛一直在看 这个小孩 有没有丢掉 你知道吗 妈妈动作好多 我就觉得好强 天生的 但爸爸就在滑手机 他可以滑到 浑然忘我 八小时 走了 我到才走 可是我看起来你 这种状况好很多 只是你会找到一个 平衡点 我的身心平衡点 其实找到平衡点很重要 不然我相信你待不了这一年 还想要继续待 就马拉松 这样才跑得远 但是小孩有时候就是 在一个 我们这种传统社会框架 小孩是会受影响 小孩竟然可以 知道什么爸爸不赚钱 这谁告诉他的 那个是意外的 意外的事情 好像有一次 在停车场要缴费的时候 姐姐就跟弟弟说 爸爸下去缴费了 如果他没有缴费 就开走了 他就是小偷 然后因为弟弟是 学语言当中 他就会结群 那时候两岁多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把他拼拼面 爸爸没有赚钱 是一个小偷 前面那句一定 搞不好邻居 太太还是谁 告诉他 在这个巧妙时间点 又这么精准 又具侮辱性 讲这句话 他觉得 怎么可能是一个巧合 然后想说 他是不是在哪里 听到什么东西 可能也许老师不经意的说 爸爸没有上班 他还有没有赚钱 类似这样的话 他就拼起来了 而且我们因为刚好 就还要去开车 去朋友聚会 我觉得然后他就在 一直练习他新讲的那句话 他就在车上讲了几十遍 那样的 我想说 那等一下会不会 一到朋友群里面 他就在说 爸爸是个小偷 爸爸是个小偷 结果呢 还好没有 因为我们在路上 一直跟他说 等一下这句话不能讲 可是他心里一定很怀疑 为什么不能讲 对 就会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讲这句话 大家都很有反应 感觉是一句 要一直讲的话 其实有时候夫妻之间 也会因为某一些话 就会不高兴 比如说太太 她现在必须要负担 所有的经济 她回来 事实上 一个女性而言 不可能在那里翘脚 就是回来 啥事都没有做 她一定是 回来也做了很多事 但是 有没有一句话 会一次也把太太惹毛 你又写到 功高正直 功 就惹毛 就是 小孩讲话很直接 然后女儿就跟太太说 我比较喜欢爸爸 因为好像所有事情 都是爸爸做的 跟你讲 女儿最会搞这些 因为面前的事情 的确是我做的 他看不到的事情 他就没有感觉 我家家事 都是我爸爸做的 有没有 对 太太是会不爽的 她讲的很具体 上车之后 他们会先捏好饭团 让我们一上车 就有东西可以吃 她讲太具体 这样越听越怒 显然就是 爸爸已经取代 妈妈所有的职责 不高兴对不对 难过 我觉得是难过 因为可能上班 就是有一定的压力 然后觉得自己 也在支撑这个家 然后回来 居然就是女儿 就只有看到 这一部分 其实我可以提回你太太的心情 疫情的有两年 我先生是失业的 也就是他刚好在疫情前 就被某科技公司大裁员 那么那两年的时间里面 当然这个小孩在念初中 是不是爸爸就要去接送 母姐会是不是爸爸要去 对不对 因为反正他也没事 而且他也很认真的想要扛这件事情 结果那天有一次 那个老师就约谈我 他说妈妈一定要到 好我就到了 你知道这就叫传统社会压力 尤其大家都认识我 你知道老师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很详细的 跟你的女儿谈过 家里的家事 大部分都是爸爸做的 那星期天去 骑脚踏车火娱乐 也是爸爸陪的 因为那时候我星期天 还有工作 就是还要做 好多好多的公司上的事情 因为电商也常常做 每日每夜 那星期天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 我就觉得说你们去玩吧 我不想去了 让我休息一下 结果老师就是一副 面对着就是 什么事都是你老工作 你到底在干什么 就用那种眼光看着我 就是是不是 我可以提问你太太的心情 我以为会是另一个故事 我以为老师会说 我跟爸爸讲了很多事 然后他回家好像都没有讲 也有啊 爸爸觉得那些都不用讲 所以才要叫我去啊 我在想说 好像应该有这条故事 爸爸会很厉害哦 他就是会觉得说 老师讲这些话不重要 就耳朵自动关起来 他会过滤哦 因为回家的时候 我太太会问老师今天讲什么 我都说听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都是小事 对对对对 最后有解决都是小事 结果老师在打电话 妈妈在打电话给老师 哇还会聊很久 我想说不是都是一样的事吗 我真的 我怎么觉得都没事 你看我们曾经受过这样子的歧视 我说现在啊 你说哎呀 你真的是有个好老公 我有时候听起来也很不爽 为什么 我说我也是个好老婆啊 我可以理解 我要扛那么多东西 对不对 我也没有计较你事业 我们为什么就是在别人看起来 好像是我没尽到责任 所以有人留言说好爸爸 那一则的留言我通常都不会毁 因为我很怕做什么 什么好爸爸你不是都做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心虚 如果太太 而且有些人还会故意挑拨 他还会故意讲说 哎呀什么 嫁到你这种真的很幸福 其实太太看在眼里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是娶到我很开心的啊 我觉得太太可以就是体谅这个状态还不错 但前面孕印架是因为大家都有储蓄还好 可是后面这个未知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的太太又更伟大 其实我觉得你 就因为发展了鱼的专长 倒是很适合去当那个鱼饭 是一个自由工作 虽然我看了你的里面这些菜 很有创意啊 什么河马也爱吃拿破里意大利面 这是一个玩具吧 把它拿来咬这个意大利面对不对 因为我后来发现做造型的饭实在太累了 我干脆把那个玩具放在盘子上面 会简单一点 还有什么邪恶忠乌比 塔可饭 生活化的创作 说实在你的美术造型 也没有真的什么天分 很快放弃这件事 我后来发现用这种花俏的功夫 好像就是我累 然后他们也没有吃 不要学日本妈妈那一套 我觉得鱼直接一块肉 他们可能更开心 就像刚刚讲东坡肉 割正方形都没有人吃 绞肉就吃了 所以我觉得干脆就这样子 这是一位很可爱的爸爸的故事 我是男性 我请了一年预音假时报出版